这个下面你们要看到的画面是我本人在星巴克的真实经历 除了最后我被星巴克逼疯的一点 除了 除了我在星巴克被星巴克完全逼疯了 逼得抓狂这一点是虚构的以外 之前的所有季节全是真的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世界500强的企业 是怎么样把一个消费者当成傻叉 并且把他逼疯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您好 您好给我来个中杯的拿铁 您要的是这个吗 这个中杯 对不起先生 这个是大杯 这个才是中杯 你这不大中小三个杯子吗 我要这个中杯 对不起先生 这个是大杯 这个才是中杯 我不管你们怎么叫 我就要这三个杯子里的中杯 对不起先生 这个是大杯 这个才是中杯 别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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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 你确定 好 再看一遍 细节非常丰富 大家再欣赏一遍 您好 您好 给我来个中杯的拿铁 您要的是这个吗 这个中杯 对不起先生 这个是大杯 这个才是中杯 你这不大中小三个杯子吗 我要这个中杯 对不起先生 这个是大杯 这个才是中杯 我不管你们怎么叫 我就要这三个杯子里的中杯 对不起先生 这个是大杯 这个才是中杯 消费心理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门学科 所以有一些商家呢 考虑到一些综合的复杂的消费心理因素 所以把自己的小杯 中杯 大杯 很积极的叫做中杯 大杯 特大杯 本身没有那么恶劣 但是由于管理上的问题 星巴克一直以来非常奇怪的强迫一个消费者 接受他的大中小杯子的概念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因为我在创业以后 一直在新中观大厦工作 然后我们那楼下就有一个星巴克 有时候来了客人 谈一些事情 在办公室不方便的时候 我就会去下面 就近找这个咖啡厅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星巴克的环境 因为很吵这种事 但是我去了以后呢 好几次就被他们的服务员 非常严肃的告诉我 他说这个是大杯 对不起先生 这个是大杯 我说好 你们叫大杯 我听懂了 但是我这三个礼呢 我想要中间这个杯子 这个中杯 他说对不起 这个是大杯 是吧 我在过去的三年半里 至少被他们纠正过七八次 每次都是不同的姑娘 所以我想 这可能出了一点什么问题了 是吧 所以呢 我就有感而发 拍了我那个短片里的这个片段 好 这是关于 不要拿消费者当傻叉的 这么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 一般说来 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机构 弄得跟别人一样的话 弄得跟别人不一样的话 可以做的 对不起 请问下一个问题